以及非常帥氣的歐巴 基宇歐巴 黃仁德 今天現場我們有很多的歌迷朋友 很早就到了 然後呢 是不是為了來看看 我們跟劇中的感覺有沒有一樣 現在有沒有覺得有戀愛的感覺 有嗎 都不敢講話 欸 為什麼你們都站不過去 是因為那邊沒有太陽 然後我也要過去 我也要站過去 我們輪流了好不好 我們要把站中間 我們天才很多耶 好啦 我知道了 那這邊我來站 OK OK OK的好不好 沒問題 好 現在原來是美男 其實已經在電視上面 不只在台灣 其實在香港 大陸 也都有在熱播當中 然後收視率非常非常的好 今天掌聲鼓勵 感謝各位好不好 謝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 然後呢 上個禮拜播到的是第五集 現在明天晚上 明天晚上 第六集 所以明天晚上是第七集的播 應該是說 今天晚上是會播 在八大重播 九點播第六集 然後明天晚上的十點會播 在明視會播第七集 對 而且第七集 有很精彩 有爆點 部分 因為我也這個 不好意思 我也是忠實的觀眾 所以我上禮拜看到 幹嘛不好意思啊 就是 明天晚上年紀有一點大 不是少女的部分 不會啊 這部戲是 荷家觀賞 對 然後呢 上禮拜我們看到就是那個 非常精彩的爆點 這個禮拜要接下去 因為有Kiss了嘛 對不對 所以大家那個 期待一下 我們在北南 到底會不會受傷呢 還是會解開這個謎團呢 而且寶貝公車好像要來了 喔 真的 大家知道什麼是寶貝公車嗎 他們都非常的了解 寶貝公車就 寶貝的公子 他還不能破梗 是不是 對 好啦 不過也因為這個收視率啊 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大家 不管是喜歡劇中的很可愛的 Jeremy 還是很帥的我們的 星宇歐巴 或者是很可愛的高美男 對 我們有很多的問題想要問大家 對不對 好 我們先來問問美男好了 好 對 這是你的第一部偶像劇的作品 正式來說的話 是的 就有這麼好的成績 其實有給你一點小困擾 其實有歌迷跟蹤到你家 嗯 對 但是因為就是 其實他們還是 就是 跟蹤你家幹嘛 是男生的女生 對啊 是男生的女生 有男有女 好 那應該就是只是 純粹就是欣賞你 但是他們就是還好沒有怎麼樣 對 所以就是 謝謝他們的支持 但是就是他們也會 給我一些空間這樣 嗯嗯嗯 然後第一次擔任就擔任 你到底算女主角還男主角呢 都可以啦 就是主角的部分 然後跟三位帥哥合作 多少人非常羨慕耶 因為有沒有發生什麼 讓你很難忘的事情 很難忘的事嗎 不是很好玩的啊 我們不是一起實生的嗎 哦 在哪裡 在游泳池啊 在哪裡 哈哈哈 剛剛又爆料了是不是 對啊 在游泳池啊 在游泳池實生 對 什麼東西比較大 你又犧牲 怎麼會在犧牲呢 這造福我們大家啊 你們都有看一集吧 對不對 沒有就是工作嘛 對 登台就是練得很好耶 非常的敬業對不對 沒有 沒有其實是新生的問題啊 因為這就是戲 對啊 裡面的劇情需要 那不管怎麼樣 就算要我們上山下海 我們都還是要 對 對 對啊 不過我們大家都看得很高興就是了 哦真的嗎 哈哈哈 對 那跟三位男生一起拍戲啊 就是你可能要模仿很像男生的樣子 有沒有給你造成一些困擾 或者是對 有趣的地方 其實戲裡面我真的變成男生 就是我要真的演哥哥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一直在觀察大家 到底怎樣男生才可以比較說服得了大家 就可能是一些眼神啊 或是坐姿啊 那你現在試試看 哈哈哈哈 其實現在是美男 哈哈哈哈 最好是每個男生都這樣 男生就這樣 男生不會這樣啊 這樣男生可以抖腳嗎 星雲哥會這樣嗎 星雲哥 你怎麼做 星雲哥 你知道你今天來幹嘛你知道嗎 哈哈哈 好好好 好啦我們等一下要來問問星雲哥 星雲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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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講話要慢一點嗎 沒有關係 現在有比較辛苦了是不是 好 那星雲其實在那個劇中演的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非常溫柔 然後非常善解人意的男生 你自己在現實生活當中也是這樣嗎 嗯 應該是就是 在現實生活中的我 跟戲裡面的星雲 有些地方還是不一樣 哈哈 不過就是 我真的喜歡的人應該會 戲裡面的一樣吧 所以你喜歡 就是可愛個子小小的女生是嗎 嗯 喜歡的人很多耶 你 這麼花心啊 種類很廣 不是 米優哥是我的師兄啊 我很喜歡米優哥 你喜歡我 哈哈哈 現在是怎麼樣 他當然很喜歡 現在大家都這麼開放 這現在是在當中出櫃的意思嗎 這個部分 好啦沒有啦 不過因為 我們人的他是中韓混血 所以他在劇中 可能背劇本的時候 其實也花了很多的心思 用注音是不是 嗯 對 就是 假如說現場 有一些人就是看劇本 然後五分鐘就 好啦 這樣 我要看 這一個禮拜的時間 要看 要看 一個一個 踏